在意试堂上引发关注的还有面积254公顷的水南经贸园区 这个区块被誉为台中最重要的一块钻石地 市府以智慧、低碳、创新三大目标为主轴 开发相关工程 但是有议员就指出 园区里的文教二十用地贩售给中国医药大学之后 现在却传出要来新建养生村 而非原本的文教用途 对此市府回应将考虑向中国医药大学 来进行契约变更 或是增加价金 让园区的土地妥善运用 市府积极开发水南经贸园区 但有议员指出 水南经贸园区的文教二十用地 在民国九十九年贩售给中国医药大学 但是现在却传出要盖养生村 并非文教方面的设施 认为市府应该重新考虑律约的必要性 键卖我们的市场 而且呢这个价格偏低 让人家觉得说有土地特定人的这个嫌疑 但是现在在林市长的任内 土地分配要开始进行 区断征收工程在进行 那到底林市长的任内 你要不要履约呢 如果是养生村 甚至来作为盈利 其他的使用 那这个当然跟土地当时 浪售的一个前提 或者是他的目的是不一样 那这一点 就是文教的一个用途 这个如果是确定 那就不能够背离这个 议员指出当时文教二十用地 是在前朝市府经手的专案 目前文教二十用地 以一瓶十三万售给中国医药大学 而北侧住宅用地的保留分配户 则是以一瓶十九万才能守住家园 认为不符合土地争议 对此市府回应 金额是根据当时的开发成本而定 而且土地的用途也不一样 水南原位置保留户 他们现在的土地要缴差而定价 的部分价格比较高 其实是因为它是住宅区的土地 它有自由买卖的市场交易的价值 那水南这个文教区说实在 它是不能够自由交易的 它等于是被限制交易 而且它又是限制用途 所以这两个价格上 有一点落差是正常 面积254公顷的水南经贸园区 被誉为台中最重要的一块钻石地 土地寸土寸金 市府表示 目前可考虑的方向是增加价金 或和中国医药大学进行契约变更 强调会让园区的土地做妥善利用 记得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